是人的這一輩子 但是基本上他是到退休了 從那個海軍陸段隊的軍官 從台南大學的教官退休之後 他才真正的展開他的寫作 所以從退休之後到他的晚年 這一段對他來說是他創作的 有限的生命 而且大家可能也知道說 白帶其實眼睛 有一個眼睛其實不是太好 所以當